中文播放 小霞 今天咱们说一个非常靠运气的话题吧 就是赌博 好 那我们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赌城是什么地方呢 澳门 是吧 没错 是在99年的时候回归祖国的 然后回归了以后好像这个澳门的赌博产业是越来越兴旺发达 那今天我们的对话呢就会给你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那我们今天有三个像以往一样遇袭的问题 第一题是问到对话中呢有一句很好玩的顺口溜 它是归纳了中国人非常非常的爱赌 那是哪一句呢 请你听一下 第二个问题是 现在澳门啊有几个人或者说有几个集团拥有赌场的经营权 因为在以前啊澳门这个赌场的经营权是垄断的 就只有一个家族才可以做啊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其实澳门除了赌博呢 他们也在发展其他的一些产业 请问他们是怎么样做多元化的发展的 就现在还有哪一个产业也是澳门特别用心在开发的 好 向向赶快给我们解释一下 今天很多和赌博有关的词语吧 好 那今天的第一个词就是博彩业 博彩业 前面我用到这个赌博产业啊 但其实呢不太会这样说 因为讲到赌博就是说这个贬义的成分比较多一点是吧 对 因为一般我们说赌博的话就是那种赌钱的 然后是指不太好的 所以博彩业呢这种说法会比较的中性 那这里的博就是赌博的博 彩呢是彩票的彩 所以博彩业除了赌博以外呢 还包括一种变相的赌博 比如说有彩票 还有就是赌马 赌球 这些都算是博彩业的 就是除了到赌场以外 刚刚说到的那么多 都会算在博彩里面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个叫做打口水仗 打口水仗 这个表达很有意思 那我们都知道打仗嘛 肯定都是用武器啊 对 但是这个打口水仗 用口水互相吐吐沫 对 所以这个很形象啊 其实就是吵架的意思 对 不是说两个人真正在那里互相吐口水啊 而是说吵架是吧 对 真吵 要动用很多的这个口水 才能吵得下去啊 打口水仗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老虎鸡 老虎鸡 那老虎鸡呢 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赌博的机器 就是说你往里面投了硬币 如果赢了的话呢 这个老虎鸡里面就会吐出来很多的硬币 那为什么要叫老虎鸡呢 因为一般呢 你如果说是去用老虎鸡赌博的话呢 是输的情况比较多 鸣的情况比较少 那这个机器就好像老虎吃人一样的 它吃很多很多的钱 对 所以我们就叫老虎鸡 这个老虎鸡还是蛮危险的呀 那还有一种人呢 也很危险 经常出现在香港的电影里面 就是出老千的人 对吧 对 出老千是什么意思呢 出老千其实就是打牌赌博的时候作弊 比如说你偷了一张牌 或者说你换牌 然后还有就是制骰子的时候 那个骰子里面有那个签啊 水银啊 对对对 就是说出老千总的来说 就是说赌博的时候作弊 那这个看早期周润发的电影 好像有挺多 他演这种毒神啊 毒王 其实我对出老千记忆最深的 就是看到电影里面啊 出老千的人的下场 如果被抓到把手指砍掉 把手砍掉之类的 非常的恐怖啊 现在在赌场里 大概也非常难让赌客出老千吧 对 因为赌场里会有很多的那种监视器嘛 然后如果说你出老千被抓住的话 赌场里面会有一些保镖啊 打手啊 这一类的人 然后会对你施加暴力 所以大家如果去赌场的话 千万小心 千万别出老千 而且出老千呢 只是用在赌博方面啊 如果你考试作弊啊什么 就不能说我出老千 因为你并不是在赌博 对吧 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手气 哎呀 这个赌博非常重要啊 手气 对 那手气它是特指 就是赌博的时候 或者说你去摸彩票的时候 就是很有运气的 那我们会说手气好 对 也可以说手气非常差啊 对 那还有一个自制力 自制力 好 自制力就是说 自己控制自己的 这样的一种能力 我小时候经常老师的评语 就是自制力超强 然后越来越大 就是那个评语 就变成自制力不强 小时候是个乖孩子 后来就看电视 不做作业了 是吗 那下面伎俩 伎俩 伎俩是一个贬义词 它的意思就是说 不正当的手段 一般给人那种 阴谋诡计的感觉 对的 经常我们说 识破你的伎俩 阴谋诡计 然后被我看穿了 那接下来这个 一个宅 一个宅 是什么意思呢 好 这个宅 其实就是硬币 钱币的意思 那一个宅 就是一个硬币 一个钱币 经常我们日常会说到 我一个宅都没有 或者我一个宅 都不会给你 就是说 我一分钱 也不会给你的 没错 因为这个一个宅 就是最小的货币单位 好 这个词呢 非常的精彩 灌迷魂汤 灌迷魂汤 好 那灌迷魂汤的意思就是说 说一些迷惑人的话 或者做一些迷惑人的行为 然后使别人失去判断力 就迷迷糊糊了 对 比如说别人就是为了 从你这儿得到一些好处 然后拼命地恭维你的时候 然后你就非常得意嘛 然后就没有判断力了 最后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对 这样你就是被灌了迷魂汤 对 那还有一种说法也差不多 叫做吃迷魂药 那经常会就看到用美人计啊 就是这个女的给那个男的 不知道灌了什么迷魂汤 吃了什么迷魂药 这个男的就非常的对他着迷啊 然后他一切的要求都会答应 对吧 对 好 那我们再看找不找北 找不找北 这个表达真的是非常的常用啊 那这里的北其实就是指一个方向 对 找不找北就是说找不到方向了 然后晕头转向迷迷糊糊的 就被人灌了迷魂汤以后 就找不找北了 对 其实他也是源于北京的一个说法 但是现在在全国呢 基本上都会适用的 那我们最后一个用法叫做 公私两不物 公私两不物 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 公就是公事 私就是私事 那么两不物就是说 两方面都不耽误 这个两不物的用法呢 也挺多的啊 比如说什么 事业家庭两不物 没错 那比如说学习工作两不物 就基本上你两面都能照顾得很好 就可以用两不物来形容 那今天的对话 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遍 你说澳门好玩吗 当然好玩了 不过你要是去的话 可得小心啊 你是说赌博吧 老实说我不太敢赌 你不赌去澳门干嘛 我就是想去看看那些赌场 住一下那里超豪华的酒店 你这想法倒是挺新奇的 不过有机会去见识见识也不错 据说这几年澳门的博彩业发展得特别快 很多拉斯维加斯的赌业巨头 都在澳门开了赌场和酒店 而且你知道吗 澳门现在已经超过拉斯维加斯 成了世界上博彩营业额最高的地方 难怪人家说 十亿人民九亿赌 还有一亿是后补 果然生意好做啊 所以澳门才成了赌业巨头们的必争之地 过去的几十年里 澳门的博彩业都是由何鸿燊垄断经营的 几年前政府决定开放博彩业 这使得竞争变得非常激烈 这样一来服务质量也随着提高了 所以现在除了合家以外 拉斯维加斯的两位赌王也有经营权 那可有好戏看了 我前两天还读到一个报道 说几个赌王之间打起了口水仗呢 相互之间谁也看不惯 肯定的 这是多大的利益呀 我听说有一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开张才七个月 就收回了差不多二十亿人民币的投资 多恐怖 天哪 这赚钱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他们都是赌什么的呀 老虎鸡还是牌 澳门的特色是赌桌 不管是轮盘还是牌 每张桌子都热火朝天 老虎鸡的数量不是很多 那你有没有看见过赌神 或者出老千的人 你真是电影看多了 生活里哪有这么悬的事 那你自己有没有试试手气 小玩了一把 其实好多人到澳门 就算不想赌 最后也会赌 因为一般大的赌场 都有超豪华的酒店 而且房费很便宜 还能换成筹码 总之是想方设法 引你上钩 让你赌 你要是自制力不强 赌上瘾的话 估计连身家性命都得搭上 放心吧 我早就识破他们的伎俩了 一个子都不会拿去赌的 对了 那些赌场和房间 是不是都特别进碧辉煌啊 是挺气派的 而且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俗气 还蛮有品味的 好多酒店都弄得像主题公园一样 进去的时候 仿佛走在梦境里 那种感觉超好 不会是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吧 那么神奇 不过开赌场的人 肯定希望客人找不着呗 不管真金白银 只知道一个劲能往外掏钱 其实喜欢赌的人 就是到再烂的地方都能赌 不过现在澳门 也在扩充自己的实力 搞多元化 最近建了好多会展场馆 这可真是高招啊 公司两不误 下次再有人说去澳门开会 我就知道他其实要去干什么啦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installment of ChinesePod trivi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霞 你自己去过澳门吗 没有 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 他就是澳门人 那我说你们是不是大家都赌过啊 然后他对赌这件事呢 因为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长大嘛 就也司空见惯 因为我听到赌会有点害怕 然后他就说 对啊 就是像去公园那样嘛 去赌场 然后很多时候他们去赌场 就是去吃喝玩乐 不一定要去赌的 对 因为赌场里会有非常豪华的酒店 然后餐厅 很多娱乐设施 对 总而言之都是给客人吃迷魂药 灌迷魂汤的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几个问题吧 哪一句顺口溜 可以归纳我们中国人非常的爱赌 其实只要是地球人 大概都挺爱赌的 这要看对赌的定义了 如果说你觉得买彩票也是赌的话 那我觉得全世界 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 都是爱赌的 都是有梦想的人 那那句顺口溜也很有意思啊 对 叫做十亿人民九亿赌 然后还有一亿是后补 还押韵的嘞 所以是顺口溜对吧 对 当然这是一种比较夸张的说法 但是呢 中国人的确是比较喜欢赌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国粹是麻将嘛 很多人打麻将的时候也来钱 对 然后也算是一种赌博行为 但是呢 很多人觉得这个是小赌 小赌不算赌 很多人说小赌 移情对吧 就是让你的心情能够非常的快乐 对 而且有一点点刺激嘛 不会那么无聊 十亿人民九亿赌 还有一亿呢也不闲着 他们是后补的 就是随时需要就上去 其实我们在中文里有一个说法啊 就是形容打麻将 叫三缺一 是吧 就有点像这个 还有一亿是后补啦 对 因为打麻将 我们都知道是四个人打嘛 那来了三个人还缺少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三缺一 那还有一个要想去后补 那我们今天第二个问题呢 是说现在澳门啊 有哪几个人或者哪几个公司集团 拥有赌场的经营权 那以前呢 其实是被何鸿燊 他这个家族垄断的 这个字请大家注意一下念生 因为这个词并不是很常见 并不是经常用到 只有在人民里面可能会用 是吧 对 不常用 在前几年的时候呢 澳门政府开放了赌场的经营权 就会让不同的公司啊 个人来竞标 那现在呢 又多了两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 赌博行业 博彩行业的巨头 是吧 对 那我们都知道 拉斯维加斯也是非常著名的赌城嘛 所以现在呢 澳门几个大的赌场 除了何鸿燊家族的以外 还有就是这个 一个叫做永利 Steve Wins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这个Sheldon Aderson 阿德尔森 对吧 对 就是谢尔登 Aderson 所以在澳门呢 现在有这么三个人 他们的集团都拥有赌场的经营权 良性竞争也是好事吧 但现在他们三个人经常打口水仗啊 说是恶性竞争 好 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三个问题 澳门除了赌博以外呢 他还怎么在多元化的发展自己 好 那我觉得澳门人也是非常的聪明啊 那他们除了经营赌场以外呢 最近还建了很多的会展场馆 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会展中心啊 其实这个和拉斯维加斯也非常像 因为可能有很多的像酒店啊 这种设施 正好是会展也需要的嘛 而且这个博彩行业这种娱乐性嘛 可以吸引很多的会展到那边办啊 而且有很多人出差的时候嘛 去那儿然后就顺便的去赌场娱乐一下 就像我们对话说的公私两不误 好了 今天的这个解释就到这里 我们再听一下对话 你说 澳门好玩吗 当然好玩啦 不过你要是去的话可得小心啊 你是说赌博吧 老实说我不太敢赌 你不赌去澳门干嘛 我就是想去看看那些赌场 住一下那里超豪华的酒店 你这想法倒是挺新奇的 不过有机会去见识见识也不错 据说这几年澳门的博彩业发展得特别快 很多拉斯维加斯的赌业巨头 都在澳门开了赌场和酒店 而且你知道吗 澳门现在已经超过拉斯维加斯 成了世界上博彩营业额最高的地方 难怪人家说 十亿人民九亿赌 还有一亿是后补 果然生意好做啊 所以澳门才成了赌业巨头们的必争之地 过去的几十年里 澳门的博彩业都是由何鸿燊垄断经营的 几年前政府决定开放博彩业 这使得竞争变得非常激烈 这样一来服务质量也随着提高了 所以现在除了合家以外 拉斯维加斯的两位赌王也有经营权 那可有好戏看了 我前两天还读到一个报道 说几个赌王之间打起了口水仗呢 相互之间谁也看不惯 肯定的 这是多大的利益啊 我听说有一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开张才七个月 就收回了差不多二十亿人民币的投资 多恐怖 天哪 这赚钱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他们都是赌什么的呀 老虎鸡还是牌 澳门的特色是赌桌 不管是轮盘还是牌 每张桌子都热火朝天 老虎鸡的数量不是很多 那你有没有看见过赌神 或者出老千的人 你真是电影看多了 生活里哪有这么悬的事 那你自己有没有试试手气 小玩了一把 其实好多人到澳门 就算不想赌 最后也会赌 因为一般大的赌场 都有超豪华的酒店 而且房费很便宜 还能换成筹码 总之是想方设法 引你上钩 让你赌 你要是自制力不强 赌上瘾的话 估计连身家性命都得搭上 放心吧 我早就识破他们的伎俩了 一个子都不会拿去赌的 对了 那些赌场和房间 是不是都特别进碧辉煌啊 是挺气派的 而且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俗气 还蛮有品味的 好多酒店都弄得像 主题公园一样 进去的时候 仿佛走在梦境里 那种感觉超好 不会是给你灌了什么 迷魂汤吧 那么神奇 不过开赌场的人 肯定希望客人找不着北 不管真金白银 只知道一个劲能往外掏钱 其实喜欢赌的人 就是到再烂的地方都能赌 不过现在澳门 也在扩充自己的实力 搞多元化 最近建了好多会整场馆 这可真是高招啊 公司两不误 下次再有人说去澳门开会 我就知道他其实要去干什么了 小小 好多去过澳门的人都说 其实除了读以外 澳门吃也非常的不错 因为有很多葡萄牙菜的影响 又有广东菜 所以就是非常自成一格的一种菜系 是吗 那以后有机会去的话 我一定要尝尝那边的小吃 还有那边的菜 对 它最有名的一个叫做什么 猪仔包啊 猪扒包 就是一个很小的面包 然后里面放了一块 非常大的那种猪排 炸过的猪排 味道非常的不错 是吗 那既然你这么大力推荐 我以后一定要去尝尝 以前我还有澳门同学 带给我纪念品啊 是一张非常大的猪肉铺 就是大到像A4的纸一样 这么夸张啊 那有人喜欢吃猪肉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那么同样呢 也非常欢迎你到网上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和期望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As usual ChinesePod has a list of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your list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0686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 Nosotes 0686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 Slash 0686